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会从这几个方面来讨论 当然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未来是掌控在你们自己的手里的 所以如果是大家觉得这个未来趋势你不是很满意的话 也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步伐去做一些可以改变这个结果的事情 当然如果这个未来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光明有非常多的这个前景的结果的话 那大家也可以保持好自己的能量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好那我们面前呢还是有四组排从左到右 我们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 每组排上都有相应的数字 我们第一组我们第一组的数字是38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的排是33 第三组第三组的数字是7 然后我们最后一组的数字是36 今天抽出来很多这种三十几号的排 好最后一组是36 可以根据数字也可以根据这个排面给你们的感觉 如果没有选好的话可以在这里按下暂停 然后慢慢的来选择 好我们选好的朋友那就直接从第一组开始了 嗨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好呀 第一组朋友你们在这里呢首先有几个关键词 完成的还有改变中性中立 接收收到空间空洞 还有界限 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事与事之间的界限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赚钱 好这一组呢其实你们的主要能量呢就是赚钱 看到很多很多的金钱相关 事业相关大家都很有事业心 想要去建立自己的这个事业 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很独特的道路 创立自己的公司 少部分呢有朋友在这里是家庭有关 想要结婚或者说是想要进入一个稳定的关系 总体上呢就是求稳但是一定要有这个potential 一定要有潜力然后一定要有这个金钱要滚动起来 未来要滚动起来就是一切都是像好的生活 稳定的生活财富自由这个方向走的 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整体的能量 有钱有家庭有事业有自我发展 各个方面的力量在这里都有 好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结论吧 短期短期是会有人来帮忙 你会从这个短期是我们指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时间 你们心里想这件事呢会有人来帮助你走出困境 或者说是给你一条新的道路 让你不至于好像就是眉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或者说是如果之前有困境的话 你没有办法脱困 那会有人过来帮你 或者说有人给你一些新的方向 那从中呢你会获得很多的自信 短期内你就会获得大量的自信 在三个月之内 长期来看的话你们会有钱 这个长期就是六个月到一年大概这个区间 你们会赚到很多钱 或者说你们会赚到一笔钱 当然这个是最后先说一个结论 还有很多就是其他的细节补充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正在想的这件事呢 是会需要很多的需要你们去处理跟别人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你们自己跟周围这个团队的关系 跟周围合作对象的关系 也可能是需要你们处理跟这个对方 甲方乙方客户之间的关系 很多的这种关系需要你去处理 我觉得这组朋友很多是 当然是有男生有女生 尤其是在女生在这组 非常的有这种魄力 很有事业心 但是同时呢也是很多朋友在这里是很强硬 很有这种说一不二的气质 所以有的时候稍稍可能会比较容易得罪人 你们会比较容易为了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上可能不太会费心去比较圆滑的去处理周围 自己跟周围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挑战或者说是一个课题吧 如果是你能把这方面的处理的很好的话 那其实其他的方面都还会比较顺 关键的就是这个沟通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把周围的人抓得太紧 或者说是你会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语气可能比较深硬 或者比较容易的去忽视对方的一些想法 当然其实这有另外一种能量 就是说反过来 你们觉得你们好像是被人牢牢的控制住 就是很想要脱离住脱离出这种控制 你觉得你的这个自由被限制了 你的想法被限制了 你想做更多的事情 你还有更多的一个想法 但是可能现在你的领导没有办法同意 或者你的现在这个公司 或者说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感情关系 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自由 在这里能看到的一点呢 就是你跟你需要相处的这些人 你们是一条船上的 你们其实已经在往着共同的方向在走了 但是你们现在还没有办法 很顺利的走到这个终点 就是你们现在共同乘坐的这条船 由于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非常的和谐 所以很可能会乘船 或者说更加困难的去达到那个目的地 所以如果是你现在想要去 更加快速的去实现这个目标的话 你可能首先要解决一下你跟周围人之间的这个合作 或者说沟通的这样的一些关系 有的时候觉得你们好像在走一条就是一般人不太敢去走的一条路 或者说一般人会不会去选择走的一条路 只要是你们勇于付出 那一定会有回报 短期的或者长期的 短期回报可能比较少 甚至你可能会投入更多 但是收益其实没有太大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只要你敢做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事情 但是你自己首先一定要清楚你投入的是什么 在这里有张恶魔牌 你可能投入的是时间 你的健康 也可能投入金钱 甚至是感情 但是前期的这个回报可能会让你有点受打击 或者说是很难去坚持下去 但是长期的话能看到是会有这个收益的 但是你要清楚你的投入和产出的这个比例是一直在变的 短期内或者说是从整体来看 这件事情带给你心灵上的愉悦 或者说情感上的享受 情感方面的这个正面积极的鼓励 可能会大于你金钱上的这个收入 如果你正在投入的是一段感情关系 那可能前期这个收效会比较微小 或者不是那么平衡 你会觉得你付出的比对方更多一些 可能会看不到那个对方的太多的回应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身心其实是愉悦的 就是你其实是在做一件还蛮开心的事情 事业的话也是一样的 你得到的心情上的这种感受是大于你的这个实际收益的 所以你可能需要去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投入和损失是什么 但是开始的这个不平衡最后会慢慢的填平有这个感觉 在这里这个位置其实是一张机遇牌 就是给我的感觉是横向比较 你再做一件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或者说别人计较完这个得失之后 他们很犹豫不愿意去做 但是你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件事 在前期可能会收效比较少 但是会有长期回报这样的一件事 那这个其实是你的机遇 因为你敢做你敢去挑战它 你敢于去先不去计较这个成本去做这件事 所以你最后可能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所以这也可以是一个你的突破口 会觉得是那种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闯的这种感觉 但我觉得你们就是有这种魄力 就是地狱我也一定要硬闯 我一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理想中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如果你们现在觉得很卡 或者说没有人帮你 或者说周围都是你的敌对方 没有人在后面支持你的话 那即将会有人来帮助你 使你获得很多的自信 让你又有热情 往前就是又推了你一把 可能你感觉到好像有些困难 最近有些困难 然后突然这个事情进来 这个事情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或者有人帮了你一把 这就变成了一个点燃你的一个小火苗 然后又把你往前继续推了一把 将来从半年到一年这个位置上 基本上其实就还是一个比较顺的状态 还是比较侧重于你这个思考方面 可能会比之前更加思路清晰 你会吸收到很多周围人的一些意见和想法 尽管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不太认可他们 但是我觉得你之后不太会去排斥他 你会去吸收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养分 把他们变成一些 尽管有的时候可能是负面的东西 你会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去提取出 你自己能够去利用的 把它变成你的东西 虽然说在这里这个就是保健八把 保健八这八把保健代表周围的人的 这些思绪想法 它可以是困住你的力量 但是同时也可以是使你前进 让你获得更多智慧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你是从这个保健八里面 看到了属于你自己的智慧 你获得了很多的智慧 你知道你自己未来的路究竟是怎么走 而且你有从这个confidence 就是从你自信的这个状态 变成了一个face 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信心 就整个事情是再往前推移的 你会无比的确信你自己的这条道路 就会觉得说 我是做了一个对的选择 我正在走在这个对的路上 你就变得非常的有信心 不但是信心 而是相信自己走了这条路 会逐渐的变成这样的一个角色 还有这个也是从想法方面 短期内可能是还是在思考 在头脑中去演练 如何去实现 如何去挣到这笔钱 或者如何去跟周围的人相处去交流 但是长期在这里 直接出现了一张钱币在这里 money 很靠桌上摆了一桌子的钱 就是收获还是很不错的 一年之内就会收获很不错 几个小点要注意啊 这两张牌 一张是不需要你们做的 一张是需要你们做的 先看需要你们做的吧 这里呢有两个角色 第一个含义是要勇敢的 或者说及时的从一个不利于你的情况当中逃出来 或者说其实逃跑也是一种智慧 或者说放弃也是一种智慧 如果你们看到形式不对的话 那其实可以及时的去远离这个状态 为了将来更好的发展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如果是你们为了这个短期的一些利益 而隐藏起来自己的一些真实的目的和真实的面目 或者说真实的需求 那当你真正的可能暴露出来你的真实需要的时候 你周围可能有人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们 那你们其实可以不用去挽留他们 因为他们接近你 其实也是怀有自己的目的的 所以如果是有任何人在你露出你的本来面目 或者说是露出你真实自己的时候 他们选择离开 那其实这个完全不是你们的错 你们会收获到更好的人 或者接到更好的项目 不需要去强行的去挽留对方 这是一个信息 还有这张呢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在这里面是在被威胁 或者说是看到别人被威胁的一个情况 感觉有些不太敢行动 或者说被这个眼前的威胁有点吓到 在这里可以说是 对方呢如果展示出这种威胁的姿态 或者说想要通过伤害一些人 来体现自己的这个权利的话 那其实这个不是真正自信的表现 他可能需要你去辨别 他为什么这么不自信 他是不是正在掩盖他的缺点 或者说掩盖他的某方面的不足 他是有弱点的 就是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很有威慑性 或者说表现出来的这种很严厉 很这种很偏激 很容易伤害人的样子 其实是在掩饰他自己的那些弱点 所以这个时候你们不妨去看一下 是不是他的真正的弱点在哪里 不要被他表面的这个现象所欺骗 在这里突然觉得就是说 有人在你可能签合同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与对方谈判的时候 可能有一方会为了掩饰自己 某些方面的不足 而做出一些很偏激 或者说威慑性的一些言语动作 或者说是一些很严苛的条件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可能往往是说明 不是说他足够自信 是说他可能真的是有哪方面不足 所以需要采取这种策略 来达到他的这个目的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感情方面呢 其实也是短期的 从短期的自信会变成长期的一个 有信仰 有信心 对未来的这段关系很有信心 并且不惧怕周围人的说法 还有一个信息是对单身的朋友 如果是你想要找对象的话 短期方面呢 你可能会有这种一个比较年轻的对象 这年轻的是很有信心 然后很有活力 很爱冒险或者有创造力 这样的一个对象 他会给你很多新奇的体验 但是呢可能他有点不是那么的稳定 因为看到之后呢会出现一个比较 年线方面可能会比较年长 或者说他是比较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行动力 但是他的想法会非常的成熟 想法很老练 是有这种智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短期和长期 其实你都会有不同的人碰见 就是之前这个可能是比较年轻一点 有活力一点之后 这个可能比较啊怎么说成熟一点 想法比较比较稳重 比较老练一些 就是不同的人吧 你是有这个未来的对象的 长期的这个人可能会比较有钱 经济实力是有的 所以如果是你们想要跟他们交往的话 两个人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潜力 但是其实这个都还比较远 所以说可以到时候再针对他们不同的情况再测 好吧 好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一组了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有帮助的话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或者三连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hello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好呀 你们抽到了这个章33 有些关键词啊看到里面 永恒不变的 永生的 前世的 今生的 跟爱情相关的 跟业力有关的 永垂不朽的 King of France 你们的挑战是什么 Nine of Pentacles 好你们的短期 The Empress The Death 好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King of France 好解释的 Emper The Empress Star 最后的这张 死神的转变的牌 The Four 很多大牌在这里 你们想要做真实的自己 或者说是你们想 想让自己的这个 充满的这种 永恒的动力的火焰 可能有些朋友 想要旅行 就是 想要环游世界 想要很有这种冒险精神 一直想要追求这种 有一点新奇的体验 或者说 刺激的体验 喜欢冒险 Adventure 你们想要你们的生活 你们的生命 每一天都是非常精彩的 你们想要像阳光一样 每天在阳光下 表现真实的自我 你们希望能 自己以真实的自己 展现在世人面前 对别人说你们想说的每一句话 你们不想隐藏自己的情感 你们想真实的表露自己 你们想要完全掌控你们的人生 无论前方是有多大的挑战 但是你都不会去畏惧 很勇敢地在朝前走 有一个事情 这里呢 你们的挑战是 你们要学会 屏蔽周围人 思绪对你的影响 你们要明确地建立自己的这个界限 跟低俗有点不太一样 低俗感觉是 可能需要去破除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界限 变得更加地去信任别人 但是你们是反而需要去建立这个界限 有的时候觉得你们太容易去信任别人 或者说是很容易把别人说的 随便说的一些话 当成一些禁锢住自己的一些框架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是需要你去把别人的话不当话 你们想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你们真实想做的事 能够表达你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愿望 和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其实也不一定是旅行了 有些朋友是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能量 想要自己去可能在家里做出一番事业 比如说是写小说 或者说是有自己的一些比较冷门的一些兴趣爱好 你完全想要去 根据自己心里所想的这个设定去生活 尽管这个设定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遵从这个社会的规范 或者说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 你的周围的人告诉你的一份好的工作 或者说找了一个很好的对象 它是有一点不走寻常路 但是它却是你真心想要做的 你的真心的表路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影响你的是周围的人 你是有自己的一条路 你是在坚持 但是还是会被周围的人的这些言论所影响 或者说周围人这些新闻啊 或者说是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啊 你会被他们影响到 所以你要学习的是 你要屏蔽掉周围的这些 能够影响你的一些负面的思维和思想 坚定自己的决心 清楚别人和自己的这个界限感 但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非常被保佑的一组 因为首先呢 这里我觉得你们是会得到朋友的帮助的 无论说你的朋友多还是朋友少 但是我能看到你们是有朋友在帮助你们 而且你们有这种非常美好的童年的回忆 它这个你们这个童年的回忆会比较的能够滋养你们 在你们可能比如说度过一些比较艰难时光的时候 这个回忆能给你们很多的力量 幸福的童年呢可以去治愈一生 不幸的童年呢需要用一生去治愈 你们大多数人呢其实都属于前面一种情况 你们会用过去的这些美好回忆 或者童年的这些幸福时光 可能被照顾的很好的身心灵是非常健康的这个状态 它是对你们将来一辈子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有些朋友在这里呢 其实没有什么财富方面的一些问题 你们在这个金钱方面是有被保佑着的 你们一直都不会缺钱花 就算你缺了也会有人立刻来给你这笔钱 所以在金钱上唯一感觉到的就是说 你可能会由于你不缺钱 所以你对钱财上不是非常的有这个头脑 可能就是存钱方面或者说如何理财这个方面 你不是有你不是非常有这个头脑 因为你的一腔热血都用在实现你的理想和抱负 想要去发展自己做成一番事业 真正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 你是把心思都用在这方面 所以钱财方面呢 无论将来是更好或者说没有那么好 都能看到有人会来帮你 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家人都是在你的背后支持着你的 这是你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助力 其实这个你们的长期和短期 这个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我能看到你们心里想做这件事 或者说期待的生活 是有一直在变化的 尤其是这个短期 短期其实是会达到一个你心愿当中的一个理想当中的状况 但是像这张的empress 这个皇后牌 它其实代表了一种生长 一种在扩大自己的这个影响范围 或者说扩大自己的这个经历 更多经历 这个是一直在生长 它不是一个停滞的状态 是一个在成长 在往前生长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 短期内你会是 就是像你理想当中的往前走 或者说获得更多的经验 但是抽到了一张转变的牌 然后我们这个长期这里 也有一张死神在这里 也是一张转变 感觉无论是从短期 还是从长期来看你周围的情况 或者说你的 有可能你的想法是有了一个变化 或者说你的周围情况都会有 一直在不断的在变动 但是这个变动是在往外延伸的变动 好像你这个闯关游戏一样 你闯过了一个关卡之后 还会有更多的关卡出现 所以其实能看到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变动 短期内往外延伸变化 长期内有些事情可能会被中断 也是在变化 但是都是在往外生长的变化 不是说停滞打断 而是一种变动延伸的感觉 所以感觉就是一直在增长啊 可能如果是你想要自信心 自信心增长 如果是你们心里想的财富的话 财富也会一直增长 一直在变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稳固 我在这里看到是一直在涨 可能是你的精神力在涨 或者说是 其实这个跟你们抽到这张牌是很像的 因为这张牌是代表一种永恒的状态 是一种变动着的永恒的状态 就它不是说是静态的 它是一直在车轮一样的滚滚的往前走 不停的进步 这里还有一张愚人牌在这里 所以你们是很勇敢的一直在往前走 而且你们是背负着你们的经验 你们过去所经历的这些 都是你们往前走的这些经验 感觉就是一直在变 变呀变呀变 看看还有什么 短期 如果说一个月到三个月的话 你会有一些小的事情可能需要去庆祝 或者说跟朋友 如果你们是团体的话 你们会有一些团体合作 或者说在团体当中很快乐的事情 值得庆祝的事情 短期的话 这样也可以看 你跟周围的人相处是非常愉快的 你会有一个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集体 长期会有一个letter 如果你们在为什么事情努力的话 可能是想要获得信件方面的 那是可以收获到这个可能是offer啊 学校的offer 或者说是公司的offer都有可能 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件 快速前进 快速奔跑吧 你们正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对的时间做对的选择 所以如果有要选择的话 可以尽情快速的去做这个选择 有任何事情你们之前是在犹豫的话 也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这张牌呢就是让你们要快 快速的采取行动 不要继续再拖下去 流言蜚语 如果是你们是中间的这个饼干的话 你这个中间可怜被吃掉的饼干 那是被周围两个漂亮的妹妹 她们的流言蜚语所吃掉的 所以感觉到周围的人的想法 或者说思绪正在伤害你 还是像之前一样的 希望你能够屏蔽掉周围的这些绯闻 或者说一些针对你的负面想法 希望你能及时的屏蔽掉它们 周围人说的话呢 有选择性的去听 选择性的去相信 它们不一定都是在帮你要相信真实的朋友 如果那些一直在伤害你的朋友 那不做朋友也罢好吧 可以成为一个国王的样子 远离那些伤害你的人 远离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 因为总有一天你一直在往前走 你是会把大家都甩在脑后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必要为了一时的快乐 或者说是为了一时的和平去忍受它们 其实可以直接就是从它们身边离开 拿回你属于自己的力量 你的生活是一直在往前走的 车轮滚滚 向着你希望的方向在走 一直在延伸 好吧 好那希望这组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是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还有三连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hello 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好 你们抽到了数字7 好看一下你的塔罗牌 6 of swords justice 世界牌 king of pentacles the unjan king of pentacles the unjan king of pentacles the four pen...6 of swords 感觉到大家很想从一个状态走入另一个状态 想要离开 想要去一个新的地方 想要出国 想要移民 想要去留学 去其他城市 其他公司 或者说想要从这段关系当中离开 想要离婚 想要离婚 想要分手 都有可能 嗯 你想要平静地结束这段关系 或者说顺利地结束 之前一个比较 让你焦虑的一个阶段 或者焦虑的时光 焦虑的一个情况 而平缓地过渡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你渴望一些新的 渴望一些不那么焦虑 渴望一些比较平顺的心情 嗯 什么时候这个 什么时候这个糟心的这个情绪才能过去 这个跟你们的 过去的业力是有点相关的 嗯 其实是你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的一个 阶段性的汇总 觉得其实 你们是比较容易感情用事 有的时候需要你们去靠理智去判断 或者是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们往往会被你们的情感左右 甚至有的时候让你们去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 牺牲一些自己的某些部分 你们也愿意去做 比较的感情至上 或者说是人生当中感情是你们的一个课题 是你们选择的一部分 如果你们能够勇敢地离开 或者说是勇敢地打破之前的平衡的状态 或者说是离开之前这个不太平衡 有些混乱的一个状态的话 你们是能够迎来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有一张世界牌在这里 世界牌也是一个向外扩张的一张牌 你之前的一个小世界结束了 你出了地球以后 你发现了 地球外面原来是宇宙 是一个新的世界 所以感觉你勇敢地打破之前 在这个星球上创造了一切之后 你愿意去抛弃之前所建立的这些平衡 或者说之前你所建立的这些 看似稳固的一些家庭也好 事业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关系也好 如果你们能够勇敢地去打破 勇敢地往外走的话 会迎来一个新的世界 在这里看到一个世界牌 绝对是有新的人 新的经历 新的故事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你们心里想的这个 短期来看的话 是会有变化的 短期这个指一个月到三个月 其实这里短期和长期 都有一张King of Pentacles 这副牌就是有两张King of Pentacles 这两张牌都出现了 是逆围 它可以是指你们对金钱方面 有一个思考 也可以是指 一切跟事业有关的 跟满足感有关的 跟稳固 跟稳定有关的事情 你们在这个金钱上的想法 你们的观念会有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可能是跟这个财产有关的 事业有关的 跟一些房子的事情有关 或者说跟一些稳固的事情 跟一些机构 跟一些比较建筑相关 都有可能 因为我是学建筑的嘛 所以每次出现这个House 这张牌的时候 对我来说 其实它就是一个事业牌 所以说跟事业有关的方面 你们其实是会有一个转变 这里有个死神牌 一到三个月 你们可能会对你们的事业 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思考 7 of Pentacles 如何去扩张它 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做到更好 或者说去转换的事业跑道 都有可能 会有事件进来 让你们的这个观点发生改变 或者说你们的情况 你们的公司有可能变化 如果是感情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稳固性可能也会有一些改变 比如说你们计划着去买了房子 你们会花一笔钱 其实这两张 King of Pentacles也意味着花钱 有可能你们短期内有这个买房的计划 突然性的买房的计划 或者说买房的计划发生了这个变化 长期也是跟这个钱有关 跟金钱有关 但是长期的话看到一个新的新的道路 有一张愚人牌 还有一张这个是 其实是土元素的这张元素牌 感觉是在建立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 你获得了一些新的能量 新的机会 你也勇敢的去接受了这个机会 还有一张passion 这边有一张reflection reflection这边呢 中短期 短期呢主要是以思考 思考内心 内心的想法为主 没有什么看到比较少的行动 以想为主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长期 就有这种 开始行动了的力量 有新的机会 看到了你新的热情 你的passion在这里 也有可能是有人过来 给你了新的这个工作机会 或者说是你勇敢的 走入了一段新的感情 你接受了某个人 这里能看到一个doctor 就是可能是有人来帮助你 在你困难的时候 有人向你伸出了原始 你勇敢的去接受了他的帮助 这可以是有一种治愈的关系 如果是感情方面的话 那对方可能是一个可以治愈你的对象 让你对这个感情生活又重燃了爱火 重新又有了热情 这个passion在这儿 而且有这个金币挖矿的牌 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潜力的关系 所以在感情方面来说的话 六到一年这个之内 会有一个还不错的对象 但是你的这个一到三个月 可能还是以思考为主 思考跟现在这个对象的关系 或者说现在这个事业的一个关系 如果你勇敢走出来的话 那我觉得你在将来的一年之内 就会有一个新的机会进来 好看一下还有什么牌 有一个内心受伤了的小女孩 再看一下建议牌 有的朋友在这里呢 太有同情心了 像我之前说的 就是情感占上风 宁愿伤害自己 你都不想伤害对方 或者说你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个虽然说同情心是很好的 同情别人 但是不一定 一定要忍受对方的那些坏的习惯 所以要分清这两者 离开那些让你感觉不好的人 虽然说他也有他的难处 你可能同情他们 他们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嘛 但是你也要去理性的对待他们那些 你不愿意去接受的部分 那些坏的部分 那些坏的习惯 希望你能够分清楚 好这张牌呢 也是鼓励你勇敢的冲出去 你将有新的生活 新的生命 新的朋友 新的cycle 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然后鼓励你勇敢的往前走 他们将会带给你很多 这种新的角度 看问题的眼光 给你非常多的新的想法 这是鼓励你去追寻新的 这张是鼓励你不要同情那些 可恨的人 或者说是伤害你的人 远离那些坏的情景 这张牌鼓励你勇敢的往前走 追求新的生活 感觉整副牌就是鼓励你追求新的生活 但是你可能还是会要纠结一段时间 觉得一到三个月这里 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思绪思虑在考虑 好吧 马上一年之内会有非常好的收获 新的热情 新的激情会回到你的身体里 生活当中 好希望今天这组对你们有所帮助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 还有三连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好第四组的朋友你们好 感觉你们现在其实还蛮纠结的 有纠结不同的事情 在这里有跟感情有关的 跟金钱有关的 还有跟感情和金钱都相关的一些纠纷 还有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纠纷 你跟产生纠纷的这个人 或者说这些人呢 互相之间其实都是这种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 好像都是对的 但是你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达成一个共识 可能是不愿意 或者是真的没有办法 客观条件不允许你们达成一个共识 所以就是还是在纠结的一个情况当中 你们的一个难点呢 可能是你们需要去面对着抉择 你们面临着选择 那可能是这个 我看到一方是有这个家庭 还有一方是自我 家庭这方呢 可能是指家庭或者说集体的一个力量 可能是你所在的 所处的这个环境 大环境 另一方面呢是你自己又跟你的这个自我 产生了一个纠结 可能你的家庭不理解你 或者说你的家庭跟你的愿望相反 或者说你所处的这个集体呢 它可能暂时不允许去 你去发挥你自己的意志 或者说不允许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有太多的掌控 所以你可能有一个纠结的点在这里 你需要面临的一个选择 就是你去选择去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维持你的这个自我 还是说你为了这个集体 而暂时压抑自己的天性 或者说压抑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想法 这里还有一点看到一点 就是跟财务有关的信息 觉得好像是你有一点纠结 一方面可能你所在的集体 有一点侵犯这个财务上面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会需要将来使你面对一些问题 比如说一些公检法机关的一些裁决 或者说是可能会让你甚至陷入到一些官司的状况当中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真的需要去面临这样的一个抉择 跟钱有关 跟情感有关 跟这个自我有关 这个情况呢会出现转机 在这里看到了一张塔牌在这里 无论怎么样会出现让你意料之外的情况 这个情况跟这个钱有关 感觉你可能会突然收到一笔钱 或者说突然被人资助 或者说突然这个金钱方面的问题解决了 使你不再那么的纠结 或者说你们这个关系的出路 你的这个问题的出路 在于会有这个意外情况发生 因为这里这三张牌在这里呢 是一个机会 或者说未来的一个转机 在这转机当中呢 有King of Pentacles 有一张塔牌 还有一张Two of Source 所以给我的感觉是 跟金钱有关 跟你的思虑 跟你的想法 跟你纠结 跟你面对的两难的情况有关 但同时也会有一个 让你震惊的消息 或者说你没有料到的一个消息 它是一个突破口在这里 这可以是一个人带来的 可以是个King of Pentacles 这可以是一个人 也可以是整个是一个情况 它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机会 短期呢 短期一到三个月 你们很幸运哦 这里抽到了一张 这可以说是Wale of Fortune 一张Fortune的牌 两张牌加在一起 其实都可以说你很幸运 一张Magic 还有一张幸运牌 幸运牌有钱流出来 可能会有资金 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但是同时呢 要注意的是 短期内你还有一张Tone of Source 代表你过去 你焦虑的事情 可能会回来折磨你 两张牌都是代表过去 过去的情感 过去的友谊 包括过去的焦虑 它们可能会伴随着 来折磨你 或者说是 进入你的这个思绪当中 但是不要怕 你有这两张幸运的牌在这里 一张Magic 还有一张Fortune 所以我能够把它看成 其实是一个好事 就算你现在担心的事情 在未来一到三个月 都没有办法解决 至少会有意外发生 至少会有一些奇迹出现 可能是你们意外的和解了 或者说你们意外的 进入了一个很平缓的状态当中 长期 中长期 这个是六个月到一年 首先能看到一张Sweetness 就是感觉很甜 小而美而甜的感觉 心情是很好的 感觉就不像这个时候 这种比较压力大 是感觉到能够 你有时间去体会 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的那些面向 就是当你压力大的时候 你可能就每天都很焦虑 你看到窗外的风景也不美了 可能看到自己的宠物 小朋友 小动物 你也不觉得很开心了 但是一年 六个月到一年这个时期呢 你会有时间或者是有空闲 去体会到这些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你会有一些未借进来 感觉你会收到消息 这个消息能够让你非常 有非常大的这个舒缓心情 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 在这里有一张 7 of Wands 这个是代表 你是面对挑战 你是有面对困难的 但是你最终能够克服它 因为有一张这个strength在这里 有一张力量牌 代表你最终能够用你的智慧 或者你周边所学 你的能量 你的资源 去最终克服这个挑战 克服的这个状况 会有好消息传来 让你的心情得到了极大的舒缓 所以我觉得 短期和长期来看 都会有让你比较焦虑的部分 但是最终的这个走向是非常好的 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牌 有没有建议 好 这一张牌呢 是 其实一张比较逃避的牌 就是说有些纷争呢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 你不想面对 短期内 OK 可以 它可以让你的情绪得到舒缓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 长期的一个办法 你终究还是一定要去找到这个问题的本源 去解决它 不能掩耳盗铃 像这个女生 她其实在用美好的花 把自己包围起来 让自己听不到外界 让她受伤的声音 可是呢 这个并不是一个长期的办法 所以最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是去面对它 去解决它 不然的话 这个事情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就像是这张牌说的 这张牌呢 是你过去剥下的种子 正在慢慢的生长 在你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它们就开出了花 所以如果你们种的是美丽的种子 它会开出漂亮的鲜花 如果你们种下的是邪恶的 或者说是不安的种子 将来也会滋长更多的不安 或者说更多不稳定的因素 因为在你还没有注意到 它们的时候 它们就已经悄悄地在长大了 在你还在掩耳盗铃 不愿意去面对它 不愿意去倾听的时候 它们可能已经悄悄地 长得十分巨大 所以可能是需要你们 去勇敢地面对问题 勇敢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去回避 或者说是不去倾听 去避免争执 为了避免争执 而去掩藏真心 这里有两张牌 一张是真心 还有一张是假意 King of Pentacles的逆味 让我觉得有一种 为了钱而网顾自己的真心 或者说为了一定的目的 可能是为了一定的目标 而可能不愿意去面对 自己的内心需求 自己的真心 有这种感觉 但是也可能是 简单的事业和感情 两方需要一个平衡 需要一个真实地去面对它们 好 这个是一个跟选择有关的课题 但是最终一切会走向 非常美好的sweetness 好吧 好 那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 还有三连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